下一位,我們請賴委員瑞隆執行巡討時間15分鐘 謝謝院長,請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院長好,院長辛苦了齁,院長 館員你好 我想剛剛有黃潮聖委員有在關心講到高雄啦 我必須講一下高雄的重工業的這個城市的發展的宿命 是在當時國民黨的時候確立他是重工業城市之後 就讓他的公安,就讓他的空氣有嚴重的問題 那這20年來,民進黨政府在地方執政做了很多努力的轉型 也很多重大建設都在民進黨執政時代 包括院長,當時做行政院長時代 給予高雄很多重大的支持跟建設 所以我覺得這個歷史的真相要去還原 包括愛河乾淨的 包括捷運的紅線、黃線、紅線跟橘線的開通 包括第三條捷運、黃線 我們在爭取去年的時候還被國民黨丟水球丟麵粉 這樣子才努力才通過的 所以我想誰在為高雄努力 這個部分事實要還原 大家朝野政黨都有責任去協助讓高雄加速轉型 但是歷史真相應該要讓他更澄清啦 院長 這個高雄重工業的發展 真的也帶來相當大的負擔 這一點真的全台灣也要感謝高雄 那這些今天的這個污染 剛才在委員質詢中也提出來是幾十年來 所以幾十年前並不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當年這些重工業、這些工廠、這些污染源 其實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落下來、建起來 這些其實是原因 那現在大家都努力 不管海黨執政 我想人民都要求 一定要往好的走 所以正如委員剛才提出市政 真的民進黨執政時 做了很多改善設施 現在也都一步一步在減輕這些污染 院長我們一起努力啦 讓高雄持續的改善他的生活環境 讓他的經濟更好 讓他整個更發展 那院長我首先來請教了 這個韓國瑜市長上任之後說 他想幫高雄拼經濟 但是蘇院長只想到卡韓 院長有這樣的事嗎 這個他在第一時間 是在酒館半夜發表 所以我也在第一時間說 不是這樣 那說他還講 說行政院長換人後 要他什麼 捷運要重寫 我說這個是半夜開直播 半夜酒館開直播 滿嘴胡說 院長沒有卡韓這件事了 我說如果他找得出任何一張公文 說是我當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換人後 要求他的捷運重寫 我跟他道歉 跟高雄市民道歉 如果沒有 他應該跟我道歉 跟行政院團隊 公務人員道歉 結果 結果就一直 院長 有很多媒體跟民嘴 也沒有看到道歉 有很多媒體跟民嘴在講 什麼這個新馬的外交 我們不配合 有很多人 包括農產品行銷互相在爭長短 包括出訪中國給他穿小鞋 包括地方建設不支持 院長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還是很鼓勵韓市長努力 來讓高雄的貨能夠賣出去 這是好事 韓市長要努力 為高雄拼經濟 我們大力鼓勵 也 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 絕對給他幫忙 不為什麼穿小鞋 這些我相信沒有這樣的事情 而應該韓市長弄清楚狀況後 也會知道 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其實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才是高雄市民之福 中央地方齊心來努力來拼經濟 地方來為人民來奉福利 我想這個方向 那首先也要恭喜這個陳其中主委 也恭喜院長 其實這一次我們東京食品展 確實得到很好的成效 包括這個二十幾億二十三億的一個 農產品跟水產品的一個銷售 真的是很好的一個成績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我還是要特別回到關注 這個大領埔千村的問題 每次總質詢都會提到這個問題 那之前大領埔的部分空污很嚴重 這高雄的空污如果嚴重 大領埔是嚴重中的更嚴重 那所以在2016年11月19號 林權院長已經到了那邊去跟居民抱歉 那也啟動了整個千村的程序 包括賴清德院長 後面也都全力在支持 但是我們看到12月27號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有發布 韓國瑜市長之後 他講到韓市長要求中央盡速來支持 包括加速辦理大領埔千村案 我先問一下院長 蘇院長你知不支持大領埔千村案 我們一定照原定的政策不斷支持 而且來推動 加速來推動 那現在的問題好像是卡在 中央詢問高雄市政府的態度 那如果高雄市政府也確定支持這個千村案的話 院長可不可以盡速來核定 地方鄉親殷殷其代 我是不是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部長你的態度我知道 我想要問一下院長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今天有去問政法制了解 要進度 對 他們現在是算後禮拜三月十一 他們找起庫各級處來討論 有講述之後 他會再找我們 這是詳心的消息 好啊 那之後如果 那個院長 如果韓國瑜市長的市府團隊也支持千村案 院長我們可不可以盡速把它合併 給大領埔的鄉親一個好的生活品質 非常好 好不好 那請院長大力支持 好 謝謝 再來捷運 高雄捷運這幾年的願量大幅提升 所以今年高雄的春天的 這個春節的時候的運量也都相當好 那捷運黃線也謝謝院長大力支持 但是可行性的部分 現在好像還需要院長來加速來核定 這個也在拜託院長來大力支持 那我想要問的另外一個是 高雄捷運的紅線 這個延伸到小港到林園甚至到東港 我們知道這次東港的燈會辦得非常成功 但是他交通確實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派了1000輛的接駁車在接送 如果我們有捷運的話就可以讓這件事情更方便 那院長你也是屏東人 你也是當過屏東縣長 院長可不可以大力來支持 這個 這個 這個蔡英文總統也支持個案子 賴清德院長也支持個案子 蘇院長可不可以拜託你大力的來支持 讓高雄捷運的紅線往南延伸到小港到林園到東港 讓他技術能夠完成給那個小港給林園給屏東的鄉親 一個更安全的一個交通的大眾運輸系統 好 這個拜託院長大力來支持 我知道院長的執行力跟整個願景都是非常好的 我希望能夠大力來支持這個方案 再來是高雄的國際機場 這幾年其實在大家努力 民進黨執政努力下的時候 這幾年的運量都大幅提升 寒巴寒點都大幅增加 讓南部更方便 但是現在新的航廈要改建 國內航廈要改建 國內國際公安航廈 2024年預定2024年施工 2027年來完工 但是這個騎乘其實有點慢了 可不可以拜託因為這幾年的運量都 去年創下了歷史新高 將近這個700萬的人次的進出 可不可以拜託蘇院長回去也協助 讓高雄進出的這個商務客 公安客的高雄小港機場的 航廈的改建騎乘能不能大往前提升可以嗎 請院長能夠大力支持 好因為這個是交通部 我知道 讓交通部來整個看 怎麼樣子來做才會最好 因為這些都牽扯到高雄的經濟發展 那我想也是有這樣一個機會 可以跟院長來請教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 也拜託院長回去幫忙 整個列管這些事項 然後讓小港機場的這個改建的工程提前 好不好謝謝院長 那另外有一個案子也是 高雄港跟高雄發展息息相關 那高雄港現在整個都往南在發展 所以2021年的時候 整個相關的這個高雄港的新的 這個貨櫃的部分 會有創造出一個新高 但是有一個問題 高雄港往南發展之後的 這個往延伸出來的道路 國道7號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我們不能讓這些 重車貨櫃車有一條專用的 這個高速公路能夠把這個貨送到 台灣的各個中北部的話 幾乎都要走市區啦 所以那個沿海路中山路 哇幾乎那個道路是怎麼補了以後 一樣持續路況非常的糟 所以這個已經拖了十年 從交通部送國道7號的案子 進到了這個 現在在處理環評當中啦 環評完了又二階環評 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這個也要拜託院長 國道7號能夠盡速的做一個決定 要如果他確實環評沒有問題 那盡快的讓他能夠通過來施工 讓市民不要在市區 還要跟這些重車們爭道啦 每發生一個重車 如果你要到了這個 市民發生重大的話 往往都嚴重的死傷 這個要拜託院長 能夠協助加速國道7號的一個評估 如果可行 那就盡快的興建環評通過的話 那如果不可行 那就盡快思考有沒有替代方案 但是不要讓這樣的案子 拖了十年還沒有聽案 可以拜託院長嗎 交通建設都是很必要的 但是這個國道7號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來了解看看 這個拜託院長齁 能夠這個也關係到高雄的未來的經濟的 整體的發展 高雄港將往來移動之後 如果國道7號不興建 確實對他的運送上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未來越來越多的貨櫃車在市區行走 這個對市民的安全也非常大的影響 這個要拜託院長齁 您的執行力 我們是很佩服的 也希望能夠大力來推動 再來是齊町的第二條跨港隧道 現在我們有第一條但是已經年限也到了 那也希望院長能夠大力的支持 這個第二條跨港隧道能夠盡速的來規劃 未來能夠讓齊町有一條 一樣安全能夠進出的道路 這個也要拜託院長來思考一下 能夠來協助來推動 院長可以嗎 這個要拜託您 因為這些相關的交通工程 我現在不了解那今天部長也不在 那我想讓我來了解後 那應該怎麼樣子來進行比較好 才能夠有利於地方跟推動這個居民方便 那這個我們再用書面來答覆委員的指教 院長回去幫我能夠那個齁 這個這個追蹤了解一下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再來是高雄現在我們一直在談 高雄整體經濟的發展亞洲新灣區 是一個重要的建畫 院長你也看到這個其實非常的漂亮 其實未來高雄如果我們能夠發展轉型順利的話 未來就不見得只是只依靠重工業的發展 他可以有更多的商務的一些發展 那現在這也是未來整個發展的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那從2016年之後其實也召開了十字會議 包括之前的時候陳敏林主委包括沈崇敬部長 也都親自來參與這個會議 那裡面很多的部分建設大型的建設 在過去的政府支持下也陸續的完成 不管是從流行院中心 旅運大樓高雄展覽館 包括甚至於整個周邊的一些這個開發 都陸續在完成 但是國公營事業的部分還是有相當多的土地 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好的一個這個推動 這個也是要拜託這個院長 這些大的這些國公營事業要帶頭 不管是從國防部205兵工廠的遷移的速度加快 包括台糖台肥甚至於台電中油的整個帶頭來做一個開發 包括甚至於港務局的一些開發的部分 我們希望這塊院長能夠協助亞洲新灣區的整體的開發能夠加速 讓這個我們講的CPD這樣的一個新的商務中心 能夠盡快的一個有好的一個發展出來 讓高雄的整個這個商務的環境 讓高雄的整個產業的環境能夠加速的推展 這個希望院長能夠大力來支持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亞洲新灣區大概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這個商業的發展 商業的發展這裡體感科技這裡我們會來配合 再來就是智慧物聯網這裡 在高雄軟體驗區這裡配合 再來就是這個所謂的智慧新陳區這裡 我們整個文案都會來配合我們這個 相當剛才委員在說的就是國公營事業家 這裡目前來說我們中油特倉區這裡 已經送我價位輸出來了 再來台電特茂山這個土地辦理公開招商 這個我們也在進行 台藤的這個高雄衛樂園區已經招商營運了 我以上幫你補充 院長這裡有過去以來非常多的 它是一個工業的 但現在工業的轉型之後 這裡已經有非常多的土地來釋出 那未來這一塊的土地怎麼樣來好的招商 好的發展 會牽扯到高雄未來百年發展的一個命運 那這個都非常重要 那也希望院長更多的力氣能夠支持在高雄這一塊的 這個亞洲循環區的這個產業的招商引資跟發展上 那我知道陳美齡主委跟沈崇峰部長也都有參與進來 那我希望院長也能夠持續的關切持續的加速 希望能夠讓整個亞洲循環區發展能夠加速 讓所有國公營事業這一塊的開發找到更好的一些廠商的投資 找到更好的一些發展的方向出來 這個也要拜託院長 管理這個有關這個計畫 高雄市政府剛在1月才把新的意見送到我們行政院相關部會 正召集相關部會來就這個高雄市政府所承報上來的意見 那整個各部會表達意見後 那麼再由國華會這邊 他會來了解評估 然後追蹤整個進行的情形 謝謝院長 請院長在那個 那最後剩一點時間 我們是台灣四周黃海了 其實我們是海洋立國的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的海委會也在民進黨政府全力支持下 整個成立起來了 那海委會成立起來之後 現在既有的海巡署經費的以外 其實海委會跟海保署的經費其實相當的短缺 那既然我們成立了海委會也設在了南部 設在了高雄 我也希望院長能夠大力的支持 好謝謝賴委員 謝謝蘇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蕭委員美琴 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好